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这家TV show 大家有看到吗 又在车内 代表今天拍这集 我的车子又出状况了 继上一部我拍的那个 三年车的心得分享 我想说我的车子 该秤的都秤的吧 该拍的都拍了吧 新款也差不多都要出了 这台车应该也没什么好拍的 殊不知我今天一大早 穿得漂漂亮亮的 心情本来很好的 结果一发动车子 我差点吓到想说 我是有去改装车吗 发动之后那个是七彩米红灯 红的橘的给我乱亮一通 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于是呢 我今天又来到了原厂 今天要请师傅来检测一下 但是你们现在一点想说 应该是你又发生什么样的事故 真的没有 我记上一部影片之后 我那个撞车的之后 我真的好好的开车 不再当马路三宝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三年的车 就是一直出道状况 现在只要发动车子 我心里都会怕怕 不知道它每一天 会给我什么样的惊喜 我们先下车看看 好 大家可以看前面 虽然有点脏 但车头没有嘛 对不对 好 再来这边 没有 干干净净 不是干干净净 发发无伤 这边是完全没有 没有任何伤痕 除了真的脏了一点之外 没有伤痕 有看到了吧 真的是没有出事故的 不是有问题 我知道你们现在应该很好奇 为什么妈咪开的车 一直出状况 其实我很困扰 我想说 我也是好好开车啊 所以话不多说 既然已经来到原朝门口了 我们赶快下去 给那个师傅 专业的师傅啊 帮我检修 看看到底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走 跟大家分享一下 趁着现在济食要在帮我们检测 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麻糬 饼干 饼干 超好吃 尤其他这边 这是什么 啊 等下 我有点老花眼 燕麦葡萄 手工饼干 好吃 这个我看 好啦 我现在走出原厂了 刚刚技师跟我说啊 他稍微粗估的检测呢 要三到四天的工作天 而且没有料 没有办法进口车就是这样 现在没有料 所以正确到什么时候 可以修好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就只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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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好休假 所以我跟你做一个说明 那这两个地方 要麻烦您帮我做签名 全部都解决了 是 今天检查 在场面测试多次没有问题 真的超级夸张 我的车竟然一进去 出来之后 将近就是半个月 两个礼拜之久 虽然我一开始要送修的时候 灯量那么多颗 我就知道说 这问题一定是非同小颗 不是说简简单单的 但一开始人员想说 大概两三天 车子应该就可以出来 让我就是有点放心 就殊之 就这样子 一个礼拜过去之后 他跟我說 不好意思 还是有一个问题 是找不到的 你现在还查不出问题是不是 其中的问题 你接着好 其中的问题 我们还在查就当中 那要查多久 我没有办法 接一个直接的理解 你们现在是查不到 哪里坏掉 对不对 对 还有这样是 你这样查 但是我们要查一下 那个相关系的理解 哪里的问题 你们也没有确切的时间 要查多久 第一个查的问题 在我们这样 我们这样的问题 就是这样子 我真的有点慌 竟然会有技师 这么专业的技师 会找不到的问题的地方 那到底是出了什么大问题 然后后来又过了几天之后 他没有打给我说 终于找到了 那个原因解决了 可是 可能是进口车关系 所以原料可能不足 所以又要背掉又要等 所以行不让当的 就这样子 半个月就过去 我昨天才签到车 有没有很夸张 对于每天要开车的我来说 真的非常困扰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我是准时有去做保养的人 我每次保养都有拍影片给大家 大家还记得吧 所以每次保养 竟然还可以出这样的问题 然后让技师找不到 怎么会这样子 好啦 我知道现在镜头前 马自达的车友们 或者是即将入手马自达的朋友们 你们一定非常好奇 这次妈咪我到底坏了多少 怎么修 都花了多少的维修费用吧 我这次坏的呢 其实啊 只有两个重要因素而已 但是呢 这两个东西呢 也就是我整台车啊 安全性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当它坏了之后 才会亮这么多的灯 首先第一个就是 ABS煞车控制器 它的价格就要 21,301块 然后第二个呢 也就是我最在乎的这个 这个是 我看一下 这个叫什么呢 环景监视器模组 这个价格要10299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大概是 32,000元 我花了32,000元 修这两个东西 总共花了这么多钱 说起来真的 心啊会觉得很痛 但是还好还好 我在保固内 所以这些啊 是免钱的 不过在我印象中啊 我的保固也快到 应该是5月底还是6月份吧 但我现在比较担心是 那如果保固过后呢 其实我车也才开大概三年左右耶 那竟然就坏了这么多东西 我从以前到现在开车这么久 十几二十年来讲 从国产车也开过 然后进口车也开过 从浮世到现在 其实说真的没有遇过这么多问题 也没有坏掉这么多的东西 所以我就有点担心 我不是担心台湾马自达这边 要担心是日本那边的品质 如果我真的过保固了 那未来的维修费 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以一个进口车这样的价位来讲 那跟一般的国产车来讲 品质上好像没有比较好 大家觉得呢 因为马自达这边要加加油 毕竟大家都知道 买进口车的时候 大家都会说 进口车的品质可能比国产车好 所以我们也会很放心 毕竟这就是我们买进口车 一开始的理由嘛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希望我们这次的影片能够帮助到 可能各位车友们 目前如果有遇到这状况的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啦 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分享加按赞 还有追踪我的IG 最近我们的出品量虽然有点少 但是还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 想要支持妈咪的 也可以加入我的频道会员 那我们下个第一影片见啰 拜拜 天啊 我的灯又亮了 我的车子不是才刚回来 刚修好回来 为什么又亮灯了 它为什么又亮灯了 然后这个也亮了 到底为什么都修不好啊 很夸张耶 这个也亮了 这是这个吗 到底我这边关掉就好 它是什么样子 诶 诶 它不见了 最后一边全边关掉 是什么cont Alt So give it up, give it up Give it up, give it up I'm wearing you out